知道大家都很好奇仆人的身材数据 哦?这个问题我也有点好奇 哦 于是刚更新啊我就火速去抽 好吧终于出来了 兄弟们 我的仆人是火系 五星 丹马尾 身份尊贵 没毛病吧 就是偶尔能听到在此宣判什么的 喜欢仆人的话当然要直接娶回家啊 就算是严厉大无穷 派蒙味大无穷 和仆人说话的时候 压迫感还是扑面而来 哎 我就喜欢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啊 就像这扑面而来的鞋底一样 所以为什么要奖励他啊 我直接让仆人站在平台上比身高 仆人的近身高是1.74米 要是把这高跟鞋也加上 视觉身高直接干到了1.83米 和雷神的1.86米相当接近 这9厘米的高跟鞋直接踩在了我的心上 那维亚如果把帽子也算上 全身高可以干到1.9米 直接比近身高高了17厘米 弗尼娜的实际身高和爷几乎一样 但加上鞋跟和帽子 也能干到1.78米 这个身高鞋眼一样 比起鞋跟着肩 我更喜欢的是上面灵形的设计图案 我发现仆人真的很爱灵形纹路 他的这套衣服随处可见灵形的设计 我数了一下整套衣服这反面加起来 把形变厚的灵形也算上 各种各样的灵形图案高达100多个 灵形花纹在秩序中透露着和谐 也代表了壁炉之家的规矩和温暖 我是太喜欢这套衣服了 上身纹路淋漓干脸 下身黑色紧身裤又温和优雅 包裹全身似乎含蓄泪念 凹凸有致却又更显得性感华丽 轮廓出来了 我直接以头高为参考戏 算出正面上胸宽22.98厘米 正面下胸宽18.52厘米 正面腰围宽17.41厘米 绘质侧面曲线需要特别小心 如果你漆斜45度看过去 你就会发现仆人的外衣 和躯干有着很大的空隙 我不说没人发现吧 正因如此我们的线条 不能接触到衣服的边缘 而应该在虚线处形纸 是只毫里差只千里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说这套衣服 含蓄又性感了吧 算出侧面的所有数据 直接建立我原创的腐蚀横切面模型 给新朋友说一下哈 这个确实是我的原创 标注出所有数据 这次又是一个椭圆模型 和圆形模型相比 椭圆需要注意一下 四分之一周长的计算 可得仆人的胸围81.58厘米 下胸围65.04厘米 胸围差围16.54厘米 国际尺码为65D 英式尺码为30D 腰围因为曲率较大 用大圆角模拟 腰围为52.17厘米 囤围又不一样啦 囤围股盆处曲率小 用小圆角 双囤处曲率大 用大圆角 囤围为91.72厘米 这下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仆人的全部数据啦 腿长1.01厘米 三围分别为82 52 92 这是巧合吗 这种数据也太压运啦 什么奇怪的关注点 囤围大于胸围 大于腰围 这很合理吧 怎么是S型曲线的含金量啊 哎呀 最上穿搁了这么久 不会就这么结束吧 当然还没结束 纳维亚的帽子挡住了头顶 正层面一起比 就可以算出头高 分别算出正面和层面数据 也是头原模型 胸围65D和30D 腰围52.70厘米 因为裙摆的这档 无法算出囤围 不管是三围还是腿长 囤人和纳维亚的数据都比较接近 弗林纳的胸围64.41厘米 尺码围64A和28A 腰围46.75厘米 囤围77.53厘米 囤人的依负比较内念 纳维亚的衣服比较活泼 而服服的数据就显得更加精致 我把三人的身材数据 分别做了三张大图 新观众还在截图 老观众直接就三连了 今天我们算出了仆人 纳维亚和弗林纳的身材数据 并且总结了他们的数据全图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专算夏三 我们下期再见